他那天就覺得不舒服 他覺得這邊怎麼手特別的痠 結果他就去給人家做按摩推拿 推拿之後他還是覺得很累 那時候我是早點睡覺好了 隔天一睡起來半邊都不能動了 所以就是很多人 他沒有這樣的警覺意識 所以他就真的完全錯過 那個黃金三小時 到現在都還在復健 就是板子這麼重要 所以綜合起來 看家官跟催婚綜合起來 很傷腦筋 太緊張也不好 拖了也不好 那到底怎麼辦 就要看我們的健康好久 來 等一下 真的不要 是 所以教官 你有沒有看過哪一些民眾 他其實用很多錯誤的方法 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其實更糟糕 就是剛剛合作講的 放血 到現在五隻手指頭 耳朵還有雙腳 全部都放血了 是的 到處都是就對了 當時太多時間了 對 還要看它包紮 因為到時候怕敗血性有問題 五隻手指頭 血壓太高還會噴泉 對 噴泉 噴泉那是我了 所以他這個也是花很多時間去刺 對 而且那個針還不知道是乾不乾淨 大家有誤會說 什麼針刺會感覺好 因為針痛 痛了變成當然會眼睛張開 會掙扎 油握就好一點了 所以本來比較紛紛紛紛紛 一衝來以後 衝起來好像已經張開了 就醒過來了 就誤導 其實這個對中風的治療 一點幫忙都沒有 只是耽誤時間而已 我們剛剛 鄭家族提到說黃金三小時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錯過黃金三小時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則VCR 剛會不健康的蔣先生 臉上帶著笑容 走起路來跟一般人沒兩樣 日前才剛從中風癱瘓的陰影 走出來 五十一歲的他 是個獲勝司機菸臨四十年 本來就是中風高危險區 某天突然出現頭痛腳軟 卻不以為意 突然軟了軟腿一下 就幾秒鐘而已 我大哥說你這嘴巴歪了 我說我嘴巴歪了 那時候手腳還有力 蔣先生一拖再拖 直到就醫的時候 早已經中風超過六個小時 超過了黃金治療期三小時 腦細胞很可能會壞死 因此院方運用了最新的 核磁公正技術幫他掃描 清楚看到蔣先生的大腦 有段血管堵塞了 醫生注入動脈血栓溶解劑 將血塊溶解之後 在血管當中放入支架 血流才終於順利通過 讓蔣先生恢復健康 一週之內就能下床 爬爬到 所以它是屬於缺血性的 它這個是屬於缺血性的案例 所以它超過黃金三小時 到醫院已經是六個小時的時間了 所以醫院用核磁共振 去找出它的這個原因了 一般我剛才補充一下就是 所謂的核磁共振 只是說可以顯現 它的血管的變化而已 平常我們剛才講的 急性的時候照一下 它有沒有血塊 或是沒有血塊 但是我不曉得 血管倒是有沒有堵住 現在有核磁共振 比如高潔向肚子 它可以不要經過血管攝影 要開到以前平常 我們都要血管攝影 它是用核磁共振可以看出來 馬上照出來 可以照出來 大害可以推出 這個不是出血 可能在哪一個地方 血管有阻散 是不是可以用 所謂放一個導管到腦血管裡面 把血栓給它打開來 或是打藥讓它溶解掉 是這樣 這個是在 也是差不多在 六個小時裡面才能做得到 太久了也是沒有效 是這樣 好 所以超過多久 大概就真的是很危險了 其實這樣講好了 我們那個前院長 這個行政院長孫先生 孫姨姐也是一樣 其實很多都是他旁邊的人 如果這個知識知道的話 基本上越快越早送 一直越好 所以蘇維應該注意到 我們很多關乎人都是一樣 特別注意到先生的狀態 像我們之前 就是前準內政部長 是 他是吸氣梗塞 但是他老婆不會做機械 廖峰德先生 太可惜 可是他那時候去爬山的時候 他旁邊有人嗎 就是老婆 就老婆嘛 對 比如說他要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嘗試 是 他如果會做CPR 我想可能會延遲他時間 所以可以先做CPR 沒有 不是 我說如果說病了 已經沒有意思了 沒有意思我們要知道 如果說我們不是在一個城市裡面 例如說我們在爬山 或者是在一個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然後發生這樣的事情 旁邊的人當然是先打電話 可是還是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才能夠到醫院去 做CPR有機會把救活 CPR 對 CPR很重要 CPR主要就是讓他心上 可能是不跳 或是血壓下地的壓的時候 可以一分的血液 可以到腦裡面循環 或是心臟的血液 也可以佛弱起來 這個時間你可以維持 差不多10分鐘到胖裡腳 這做得很有效的話 是 這一段時間就是你可以省掉 這些時間 送到醫院的時候 還可以來得救 要不然的話 你已經停太久了 腦膝蓋死掉 心臟膝蓋死就來不及救了 是 不過我想在這裡 是要補充一下 CPR是心臟 突然就是說心臟病發作 心臟停止跳動 就沒辦法攻血 所以這個是要做CPR 如果是腦中風 有時候是腦部的問題 心臟還是在跳動的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不要去壓心臟 意義不大 那個意義不大 但這個時候 你最好要把它晃平以後 把這個扣子弄掉 換句話我們腦筋想 腦血管疾病 就是血管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你晃平的意思 你也不要低 換你腦壓變高也不好 但也要不要提起來 因為一般人不太能夠判斷 你腦壓高低 腦壓高那要提起來半躺 腦壓低有一點往下降 所以一般人沒有辦法判斷 他現在目前可能腦壓高 還是低的話 就是平放 是 就是讓它疏解就好了 像孫先生經常講的 我們要天天量血壓 就量血壓 你最起碼知道你自己 吃飯前跟吃飯都有血壓狀態 讓家裡沒有人都知道 是 我們現在到達現在也是這樣 就保持它的這種舒適的姿態 不要讓它就溼溫 讓它保持 然後儘快送醫院 那要叫它嗎 如果它有昏迷的話 要叫它嗎 可以叫它 我想不要去讓位時間去做 不要去做什麼 一直一直喊它 喊它的話 至少假設側身的話 它假設有吐的話 就不會塞阻塞 叫它的時候 我想是可以在運送當中的話 運送當中可以叫它 可以一直叫它 對 有時候吃東西 剛才剛才所講會可能會 嗆倒 那就是U煮塞一樣 那就保持舒適的狀態 側躺那樣 讓它能夠呼吸到暢通這樣最好 好 沒有 我是覺得要提醒大家 不要等到這麼嚴重 你要平常就要很注意 一些小小的症狀 尤其是如果你是有三高的這種病史 你家裡又有家族史的人 然後這些小症狀 包括講話眼歪嘴斜 像有一些小中風 它就先影響到你的舌頭靈活度 然後光是喝水就會嗆到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他上班怎麼這一天突然眼睛一片黑 整個突然黑掉了 可是他過了可能半天之後 又恢復正常了 可是這個就是小中風的狀況 那還有一些 像我們不是常常用智慧型的手機嗎 有些人在 我們通常用觸控 都可以觸控得很精準對不對 可是就是有 如果你有發現那個小中風的狀況 你會發現說 怎麼點不到 撥個朋友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撥 怎麼 他撥號都撥不到 他就是按不到他的手機 然後還有水明明放在這裡 他怎麼樣就是拿不到 拿不到 對 他把他以為他眼睛有問題了 對 他的空間感 這種小地方 都已經出現了那個體訓了 然後還有身體的狀況 也是走路走 你可能走一走 突然跌倒 或是突然不穩 是 亮恰 那還有一些可能急性的頭痛 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症狀 然後提醒你在中風 還沒有很嚴重的時候 你要自己注意一下 是 好 所以有些人是經過小中風 然後後來是變成比較嚴重的 要有人是直接一下子就這樣子了 大的血管破掉了或是阻塞了 就馬上就可能昏迷 半身不睡 是 所以看阻塞的血管 或是破的血管的大小 它的症狀就不一樣 是這樣子 像這種的這個 恢復率到底有多少 如果他說是這種大的中風 經過復健 經過治療 統計上 假如說100個人 發生出血去中風的話 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 就會很快就死掉 三分之一的人會變成殘障 就是三分之一的人 會經過復健或腰治療 恢復得滿好 差不多這樣子 三分之一 所以出血性的致死率比較高 出血性的話 可能致死率比較高一點 特別假如是明顯出大量的話 它的後遺症也多 大量出血 那個是致死率還滿高的 不過最近的醫學比較進步 最近統計起來 剛剛高教授講說三分之一 那是出血性 而且是比較嚴重一點 如果說總共 我們現在全台灣中風的人 一年大概有上好幾萬 1萬3千人 滿多的 滿多人 七成都是阻塞性的 阻塞性 大概其實滿多 大概80幾% 都會恢復得不錯 其中大概1 20%是 以後完全看不出來 就是它完全恢復到你看不出來 那個是很棒的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說 很多中風病人 我一直問我說 到底我的中風會不會好 我說你的好的定義在哪裡 要先前提是 好 有的不會死就叫好 有的說我會走路就叫好 有的說不行 我不拿拐杖才叫好 期待都不同 不一樣 不拿拐杖走路不正常 算好不好 所以有很多人是野心很大 我希望像以前能跑能跳 那才叫做像腳麻這樣 所以好的定義 每個人定義不一樣 但大多數來講 我是覺得以目前我的經驗 好好的復健 絕大多數都恢復得不錯 所以這個復健期 當然是每個人 一狀況不太一樣 但是平均大概是多長 平均 有人說黃金期三個月 但是依程度不一樣 它整個慢慢恢復 黃金期過後 有些還會再繼續進步 或者是你這三個月黃金期 有沒有好好去發揮 也是一點 所以對於最文化的病 我是覺得說 你有多少潛力盡量發揮 所以你黃金期內 好好地積極地做 過了三個月以後 你的進步會比較慢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進步 沒有錯 還是會進步 這個進步指了說 你本來不會走路 現在走得好一點 本來要拿拐杖 現在不要拿拐杖 你本來走路一搏一搏 搏得比較厲害 現在搏得比較小 這個是一種進步 但是你如果說好到 我要能夠跟以前一樣 那就不一定 是 好 我補充一下那個 剛才這個 我們潛力市場 它的復健以外 我現在在推動一個 體外反駁的 晚上90秒 你在睡覺 突然那個